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會介紹的就是Eventbrite的功能 我剛開始用Eventbrite去活動的功能 不過如果你說去收費活動 其實這次是第一次 早兩天就放了兩個工作坊 一個在18號,關於SEO 一個在22號,關於Landing Page的FUNNEL 以及追蹤式廣告的東西 想說的是什麼呢? 我簡單給你看看現在的樣子 可以放一張相片 或者是一個活動名稱 你少少的簡介 以及各費用 我拿到一些 一些數據 我又很難說 很大數據 因為暫時人數不太多 兩天前 我就放了一個活動 上去 在自己的Facebook Fanpage 網站去說這件事 兩天後就有10個人 加入了錢 還有做一點 Early Bird 有優惠,賣了10張票 會看到現在有的錢 賣了幾張票 下方的Page View 我想看的是 左邊有一個位置 可以去看Analytics 可以分析一些數據 這個數據 你會看到 例如銷售 第一天放上去多少 第二天多少 不過另外有一些 資訊就是 為什麼放Event Bright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就是 如果以一個 Organizer 放上去 就像我這樣 我自己去推廣 各樣 回來買到的單的數目 即是買到8張票 但是同一時間 Event Bright 有很多人在用 有機會 從而 在很多不同的關鍵字內 找到我的網站 找到我這個活動的顏面 所以 他也會光顧 所以 放在Event Bright 其中的好處 就是 除了用它的系統之外 是可以 使用它的平台的流量 因為Event Bright 會收你 收你幾個%的費用 買票賺錢 如果你的活動是不收錢 他也不收錢 不然 你就要付兩個費用 第一個費用 就是 如果人們用信用卡付錢 有個信用卡的費用 有幾個% 另外 就是 他本身也要賺錢 會拿了你一點點錢 但是 你會看到 以一千多元來說 他拿了六十多元 其實也不足十個% 所以我覺得 都很合理 他也可以幫忙 宣傳 如果 我去看 數字 就會看到 原來有兩成的費用 因為Event Bright 收入 八成是我自己的 從而 之後 再計算一下 比如 77個Page View 賣了十張費用 其實 比例也算高 因為 這頁面 其實不是我發送 或者是放廣告 就是他很有興趣才會找 所以 你見到 交易率 其實是說十幾個% 這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 如果以一些 教學的人士 像我這樣 有些人想教學workshop 即是說 二、三十人 或者十幾人 你很難每次都 去 我們叫check-in 即是他來的時候 你拿本寶去登記 也很麻煩 Event Bright 也有一個功能 他可以讓你 用他的App 去掃描學生的QR Code 因為每一個 買了票的人 他會收到一個 電郵 但我覺得這件事 也是很麻煩的 譬如 教教書的時候 有點遲到 你又如何 用iPad去掃描 難道你為了 教十幾人 你又特意聘請個人 然後去 幫你做掃描 所以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很麻煩的 但我掃描了一個工具 叫做Boom Set 它有一個功能 很有趣的 你用iPad也好 iPhone、Android也好 你安裝了他的App 可以凍一塊 當然可以自己購買 然後 那個用戶來到的時候 他可以自己按一顆 然後 那個叫做掃描 掃描的人的畫面 這裡看看有沒有 這裡未必有顯示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就會顯示有一個鏡頭 因為iPad有一個前置鏡頭 然後 使用者只需要 無論他自己印了一張票 或者在電話裡拿一張票 出來掃描 就會證實了 他有沒有買到票 是一個自己 確認的過程 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 我沒有用過 我只是第一次使用 它的價錢 是四元港幣一個 自己確認的 所以接下來 我會嘗試使用這個系統 在這個給錢的工作方 嘗試去理解 究竟要賣完三十張票 要花多少廣告錢 多少流量才可以賣完 以及要有什麼推廣的模式 不過暫時 我的活動還有一個多星期才開始 其實兩天都賣了三分之一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到最後賣不完 都沒有所謂 因為都是嘗試一個小的工作 幾個賣一點廣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有一個是SEO 18號 一個是22號 是Retargeting 我們有優惠碼 你可以在我的Facebook 看到 如果對於活動的軟件 或者數據上 你也想有些問題問 可以隨便問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讚好 或者分享給想搞活動的朋友 另外我還有一個Fan Page 還有一個YouTube Channel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追蹤我 我們下次再見